非常感谢各位老师 星期六下午来参加我们的研习 我们这一系列的研习是 由Google教师专业成长研习计划所支持 我们非常高兴 这是我们10月的第三场研习 我稍微先做一下第四场的广宣 那是不是麻烦议诚 谢谢 我们接下来的一场 我们之后还会隔一个礼拜 所以大家休息一个礼拜 然后再下一个礼拜 就是10月30号星期六 10月30号星期六 我们会邀请文渊阁工作室的总编辑 黄欣毅老师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 然后跟我们做有关于APP Inventor 2的分享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跟我们之前的研习 像我们前面几场有谈到那个 有关于科技创意竞赛的一些想法 然后另外我们有邀请陈金柱老师 也分享他的这个教室小精灵的专案 其实可以发觉越来越多的 就是有关于资讯教育方面的专案 都会跟资料处理有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特别邀请黄老师 透过像APP Inventor 2的部分 来做切入 那未来可能各位老师在做这个专案的过程当中 有些环节是 学生可以带着这个手机上的APP 然后去做一些资料收集 这个也都会非常的有趣 或是做一些资料的呈现部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个研习活动 那是不是麻烦 好 那个 我刚才还在想 怎么样来介绍邱老师 其实我想这个题目对他来讲是真的就是他的强项 因为早期我们在那个SCA在推这个有关于外部感应器的部分 那邱老师绝对是Arduino的专家 那以前我还千里迢迢要到他们盗箱国小去请益 他是真的是非常棒 然后特别是后续他又带领的社群往这方面走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像 就是像 应该是今年吧 今年我们的这个 就是Squatch的竞赛也有加硬体组 那在花联办特别就是用Arduino Uno的部分 所以邱老师真的是我们这个Arduino的先驱 所以我今天其实邀请他来讲这个讲题真的就是实至名归 所以各位老师不要客气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万一就是大家不知道这个电子电路怎么接 当然就可以考他 他不会的话 他就会寄咖啡给大家喝 好 那我想为什么特别教这个TinkerCat部分 是因为我想有一部分是因为最近我们开始有一些像远距的这些元素 那很多学校可能就是学生回到家里之后要做一些练习 那有时候套件有时候取得不易 那其实TinkerCat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项可以做一个使用 那另外就是可能如果各位老师在学校导入比较早期的话 比如说学生年纪比较小 刚开始不一定就直接让他就是弄这个设备或零件的时候 那其实我觉得可以开始用模拟器让小朋友对这些东西有一些熟悉 好那这样他真正在做操作的时候也比较不会慌乱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蛮不错的 那最主要是事实上TinkerCat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玩 好就是玩这些电子电路 好那除此之外他还有搭配一些程式的部分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程式的部分来看我们整个电子电路在运作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情形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在我们的中小学校园里面事实上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潜力 所以今天就特别邀请邱文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 那他那天跟我谈的时候他提了非常棒的这个计划 然后后来就跟他讲说邱老师唯一有点不好的是我们给你的时间太少了 这是真的太少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研习是今天下午 那接下来邱老师还会再做一个第二次的研习 那就是接续我们第一次来继续做研习 那时间会排在11月6号 一样也是下午的时间 所以非常欢迎各位老师把这个时间先记下来 然后11月6号一起来参加我们这场研习 好 那我们所有的这个研习活动 我们大致上都会透过S4A的社群来做广宣 那如果各位老师没有加入S4A的社群 也欢迎大家到那个FB打入关键字S4A来加入 那我想这个社群凝聚了非常多关心台湾Squatch跟外部感应器 还有资讯教育相关的一些老师 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上去 那邱老师就是我们最好的代表 就是他基本上是克服是24小时的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脸书上跟他就是接洽或是私讯他 他都会很尽他的力量来回答各位老师 那接下来是不是借我的手 我们来欢迎一下邱文胜老师 那也欢迎各位老师开一下麦克风 然后拍手给他一下掌声好不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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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邱老师 谢谢 好那我就把画面给带过来了 好非常感谢各位今天下午参加这个演习 好那我今天会特别比较放慢一下速度 好因为老师说 好 为老师交代说这个电路的东西很好玩 可是那个 不要太难 好不要太难 好 好因为我也想办法把它弄到很简单 好然后上次跟老师开完会之后 他觉得东西很多所以我没有把它切成两半 所以今天主要是主要是以让各位可以熟悉Tinkercad的操作 还有一些简单的电子电路为主 好那下次下次会进到用Arduino去玩Tinkercad的 好Arduino的部分做模拟的部分 好那所以大概今天的流程会会重视比较着重在 那个Tinkercad的实际电路的简单的操作 跟一些简单的基本电学 好各位不要听到基本电学就觉得很可怕 好 哎说实在刚刚把我讲的那么强 可是我读五专的时候 我的基本电学也是才刚好60分过关而已 所以各位不要期待太深了 好 那个 好那我还是稍微讲一下今天会用到的平台 今天会用到平台是这一个Tinkercad 那所以还没注册的老师就麻烦你注册一下 那如果你真的注册不进去 原则上是15岁以上都可以注册 那除非老师们太年轻 低于15岁不然的话应该是没什么困扰 那以前我们还曾经用过叫学生乱打年纪 不过这样不太好了 因为我们毕竟是教育工作者 那个说谎不是好事 那所以Tinkercad的这一两年来 他也增加了那个老师可以申请班级帐号的功能 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我有录影 已经有录影 所以各位直接搜寻一下 你各位可以直接搜寻一下我的名字 然后Tinkercad这两个关键字 然后影片搜寻 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功能 Tinkercad教师开班功能 所以学生就不用再自己去申请帐号 就老师开好帐号直接给学生用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上课就会很方便 而且又合法 不会违背老师的良心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老师进来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教授 大概带一下就好 就是教授这里 你把它点进来之后 然后他这边就会有一个 如果你英文不好 Google会有翻译 你就跟他点一下翻译 然后翻译这个网页 全部就会变中文 好 那所以你就在这边直接去开 去添加你班上的学生 那点进来之后呢 你只要建立一个新的班级 这边应该是以班级为主 所以你建立新班级 然后输入班级的名称 年级科目之后 那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这个班级建立好之后 你点进来 这边会有加入学生 那加入学生的话 你可以从这里点 那这边是一次加一个 那这个是登录的名称 这个是他自己设定的密码 帐号密码 密码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改的 那这样是一次加一个 那如果你是要加整班 我想你从那个学生系统 直接撈Excel表出来 你直接在这里贴上学生清单 或者是你直接用Excel 产生一个 一个01到30的这个号码 你直接把它贴上去 整栏复制贴上就好了 贴上之后 他就会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清单 那你想改他的密码 就直接点密码 然后因为他自动产生的清单 他会后面会加一串 所以我都是直接把它 后面拿掉 让他变成登录帐号跟名称一样 这样就比较适合在那个快速 当你要快速再开帐号给学生用的时候 这样子就很方便 所以待会如果你是没有 没有开帐号的老师 你没有开帐号的老师 那你就可以直接使用这里面的帐号 那所以我刚申请了A01到A35 那你怎么用 我把那个课程的连结做在 做在我的网站上 所以各位可以Google一下我的网站 或者那个讯息那边 那边等一下那个逸程老师可以帮我再贴一下我的部落格 这个 这个网址 那我把它贴过去好了 比较快 你这个网址登录进来我的网址之后呢 在右手边的第三个连结 S4A Tinkercad 你从这里登录 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就可以把你的A01 然后密码也是A01 你就把它输入进去 但是你在用之前 你要跟我们大家讲一下 说A01你用掉 所以用掉就不要重复 就不要再重复了 这样子就不会改到同一个档案 好 那所以这个是等一下操作的方式 那麻烦各位就先登录进来一下 登录进来Tinkercad一下 那今天给各位所有的电路档 你直接在这里 在你登录进来之后 这里可以回到这个Tinkercad的首页 如果你是第一次进来 他会把你引导到那个教学的画面 你只要点一下这个魔术方块 他就会回到最上面这一页 那最上面这一页呢 如果你要用3D列印就选这一个 如果你要用电路就选第二个 所以我们等一下是选第二个 那如果你想用我提供给你的电路 那你直接在这边搜寻S4A 因为我都把它发布出来 Public出来了 所以这个都是今天 各位可以参考的简单的电路 那我给各位 今天只有给各位一张那个新制图 那个新制图就是今天要 这两次要讲的内容 那我也有把相对应的电路 电路图的档案名称都key在这边 那就各位 因为我这次给的电路都很简单 那各位其实可以自己跟着我自己画 所以如果你有两个萤幕 就真的比较好操作 那如果没有两个萤幕 你可能就要开视窗去操作 那各位不用担心 我今天进度会极度的慢 因为听说那个基本电路还是很多老师会怕 可是各位真的不用怕 我以过来人的经验 我们国中小不会交到很深 那Arduino会用到的基本的电路呢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几个观念重点而已 那我想我们就 不晓得这样介绍各位有没有任何问题 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你直接在那个讯息那边 直接po在讯息 或者是直接开Mine来讲 那我就会 我看得到 我有两个画面 洋洋得意 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那现在其实模拟的平台非常多 模拟平台很多 我在新制图里面有给各位一些 我比较常会接触到的一些 模拟的平台 或者模拟器 或者网页 那这些我们就是今天以TinkerCAD为主 那其他的就是有接触到老师 你可以再慢慢去玩一下 试试看 那现在如果是科技领域的老师 大概MagCode会接触比较多 TinkerCAD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是 这个PHET 它是自然科学类的通通都有 它有各种模拟器 其实也蛮建议各位 各位可以使用的 好 那这个部分就我们有空再回来讲 我们今天就直接进到TinkerCAD 那所以就麻烦各位进到TinkerCAD 好那我就从第一个电路开始 好 如果各位觉得讲的太快 你也可以随时麦克风 麦克风打开 你就 就你把我动了 就直接喊出来没关系 那个大家周六很辛苦 不要太操 好 那就请各位到你的账号里面 或者到你登录可以使用的账号里面 请你选电路的部分 然后请你建立一个新电路 好建立一个新电路 我们在通常有新的软体 或新的平台出来的时候 我们通常要培养学生 有那个自学的能力啊 我们都会先带他看环境 然后跟他讲 我们在探索的时候的重点 好探索时候的重点 所以各位老师可以看一下 其实那个TinkerCAD的环境 它很简单 它就是按这个魔术方块 会回到最原始的 那个进来的管理画面 好 那你的相关账号管理 就在你的大头帖底下 然后你的选项 就是你是玩绘图的 就选3D设计 你是玩 玩那个电路的就选电路 然后你是用儿童程式来画图的 就选程式码区块 你要专门要另外开课的 就是选课程的部分 那你要开老师 开学生帐号 就是在教授这边 那你要学 学那个TinkerCAD相关绘图的功能 他有做好一些课程在这个学习里面 好那各位就可以从这边去点进去参考 好那右下角这一大块就是你自己的作品的一个仓库 好那如果你都没有的 没有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按新 建立新电路 我们就从最最简单的部分进来 好请各位就按建立新电路 好那按了建立新电路之后 他会进来到你的工作区 工作区 那你就可以看到右边有一堆零件 好所以我就会跟学生讲 你先翻翻看到底有什么零件可以用 好先大概知道一下 这边有帮你大概做了简单的归类 基本的元件就比较简单的部分 那如果你想看全部的元件点进来 你就会发现 哇塞 好像一家电子公司 那个 那个材料商一样 很多东西都有 所以你知道有哪些东西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软体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可以提供到什么样的内容 那比如说你看一般的电子 电阻 二极体 按钮 光明电阻 感测器 超音波 红外线 都有按键 键盘 开关 LED 灯 各式各样 马达 甚至 LCD 面板 电源 连柠檬电池 马英属电池都有 有点不太不可思议 然后电路板 那个面包板 甚至连 Microbit 连扩展板都帮你做好 然后Arduino 然后ATtiny 这些常用的微控制器 然后连电表 连那个 Squid松松的四波器 什么波 函数波形产生器 这个我都不会用 这些都有 电源供应器也有 所以你可以有 你可以用任何的 使用任何的电压 电流等等 然后连机体电路IC 电晶体都有 你看多可怕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它的企图心 越来越强大 然后另外在这边 入门这边 它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常用的电路 基本的电路组合 甚至Arduino Microbit 这个都可以去翻一翻 看一看 那在上面这个地方 它会有一个 有看到有一个程式码 这程式码呢 你刚刚点进去看 是没东西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拿主控板出来 当你拿了主控板出来 它的那个区块 才会有东西 所以如果你拿一个UNO出来 这时候你再点程式码 它就会出现UNO可以用的 各位看一下 跟Squatch长得是不是一模一样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个东西的难度 它其实是放在国小 它并没有难度 它不像那个Broccoli类 Broccoli类那个积木的语法 那个其实国中会比较合适 那因为它这个用的是Squatch的语法 所以连国小都可以很容易进来 那所以当你换不同的 当你换不同的那个元件 比如说放Microbit 那这边呢 程式码打开 这边就是Microbit的积木 Microbit的积木 那它的积木呢 当然也不会像 像那个Transformer 或Bdesign那么完整 那因为它就是基本的功能 但是功能也足够你用 基本的学习 基本的操作使用 好 那所以这样子就可以看到那个 程式码的积木的部分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模拟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按键 就不管你搭建好 那个整个电子积木的电子电路 或者是说 你用Arduino或Microbit 一个写好程式 当你按程式模拟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跑 跑真正的那个实际的模拟的状况 模拟的情况 会跟真正的方式是很类似的 很类似的 好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功能 那左上角这里呢 这个大概就是你在画这个电路的时候 比较常用的按键 包括线的颜色 然后注解的功能 然后当然 只要有电脑操作都有的 那个轻轻一拨就回复上一步 恢复原来的髮型 这个回复的功能 还有丢垃圾桶 这个是零件翻转 然后大概 所以它的整个界面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那所以你也不用期待它 你也不用害怕它 不会太复杂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 先来做一个很简单的电路 先来做一个很简单的LED的电路 那各位就直接跟着做好不好 我们都不会讲太难 好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个电源 那既然要驱动LED的话呢 其实那个电池就够了 所以我们拉一颗电池 直接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呢 因为要驱动那个LED 大概至少要1.8V以上 所以我们会把 你点一下电池 这边会有属性 你就把它放两个电池串联 选两个电池 它就会变成两颗 那两颗就是三伏特 好那你要不要内键开关 如果你这边选要的话 它就会变成有开关的电池盒 那等一下还可以按这个开关 好那有了电池之后呢 我们来找一颗LED LED拉出来 然后呢LED是有急性的 对不对 所以长脚这个弯弯的这一只脚 长脚接正 所以你就把它点一下 然后点一下 让它接到电池盒的正极 然后负极一样点一下 到负极点一下 这样线就接好了 好线就接好了 好请各位线接好之后按一下模拟 好按一下模拟之后 然后如果你这个电池盒 如果你按了开 或者它刚开始模拟 它自己会开 那也可以关 你会发现在关灯就真的没有亮 打开灯就真的亮了 好然后就出现爆炸了 对不对 好各位先试一下 好如果没问题的部分 请老师在讯息列按加1 好不好 就按个1 表示你这个部分操作没有问题 我们前面都很慢 前面都会很慢 因为要确定各位老师操作没问题 它真的很简单 好老师们几乎都是 都已经做好 这个太简单了 好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老师就不要客气 那个麦克风就直接打开 好那我们就继续了 好那当你 你要修改你的电路的时候 记得先停止模拟 好先停止模拟才能修改电路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刚刚模拟的时候会爆炸 我想有 那个有上过课的老师 不管你叫国中国小 有玩过电子电路 有玩过LED的大概都知道 那个LED啊 如果 你每 它就是每个元件 它都会有那个使用的范围 就是它电压能耐到多少的电压 电流能耐到多少的电流 那一旦你超过那个范围 它就受不了 就会坏掉 就会爆炸 不会爆炸 我讲要爆炸很多老师会很害怕 那个真的 电子电路这一块 那个女老师 我不是性别歧视 大概80%的女老师会害怕 是害怕两件事 第一个会被电到 第二个会爆炸 各位不用担心 我们玩这种5伏特的东西 就算你双手去把它握住 其实都没有什么感觉 那怎么样会有感觉 就是你把那个 9伏特电池啊 如果你把这正极负极 直接按在你的嘴唇上面 那个舌头 按在舌头上面 你才会有一点点麻酥酥的感觉 所以你放心这种5伏特都不会 5伏特里内根本就完全无感 所以你不用害怕 它会电到你 绝对不会 那而且LED就算爆炸 也是就是自己坏掉而已 不会亮而已 根本一点危险都没有 那这个LED啊 刚刚一开就爆炸 一开就爆炸 那原因就是因为 你在这个电路上面 没有任何的限制电流量的一个电阻 那所以你一打开 这个路畅通无比 所有的车子都跑出去 然后顺着这个路就冲过去了 那你的那个LED就受不了 因为流量太大 那它就会烧掉 烧掉 那这时候你就会 听到有人说 LED要加限流电阻 对不对 限流电阻 所以那我们就 来这边拿一颗电阻 拿一颗电阻 然后把这条线 选起来 按Delete把它删掉 那把它接过来 那电阻它没有急性 对不对 所以你接在正级 接在负级都没有关系 重点就是让回路 回路 这个回路 电的回路有通过一颗电阻 这样就好 好 好 那如果你做好之后 你再按一下Play 你就会发现 哎 它没有爆炸了 它没有爆炸而且会亮 好会亮 但是目前看起来呢 怎么一点点亮而已 好一点点亮 那一点点亮 那就表示呢 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电流太小 电流太小 不够力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阻 你点一下电阻 这边要先按停止模拟 你把它换一下 我们目前内建的这一颗是1K 那个电阻的单位是欧姆 欧姆 好 所以你把它换成欧姆 然后1欧姆 对不对 好你再按一下Play 出现了一个惊叹号 然后LED很亮 对不对 然后你的滑鼠移过去的时候 发现它提醒你一件事 他说 现在你给的是1欧姆 那1欧姆 1欧姆的话 它通过LED的电流是120mA 然后他建议的上限是20mA 所以很明显它超过你的LED 所以它出现一个惊叹号 那寿命会降低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只给一个1欧姆 就是那个电阻很小很小很小 小到几乎快没有 那这时候电流量还是会很大 所以它还是会烧掉 可能你开关一开 可能0.5秒 它亮一下就不亮了 就烧掉了 所以这时候你就知道说 原来这个数值可能要调大一点 要调大一点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边去做测试 比如说好我来个500 当你500之后 它就没有出现惊叹号 对不对 没有出现惊叹号 那表示这时候是允许 就是比较不会有状况的时候 对不对 不会有状况的时候 到这边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这时候 请问老师 为什么电阻没有急性 然后LED有急性 这个问题 很难 很难 有些零件它是像二极体类的 这种东西它都是有急性的 那像这个好像没有 它就是就是那个材料做出来 它本身有急性的你就 它就是有急性 比如说像这种开关没有急性 对不对 然后电阻没有急性 开关没有急性 然后像LED是有急性的 所以它会有正负极的分别 然后这个NPN它也是有急性的 你要去看一下它的电路图 就知道它是从哪里进去 从哪里出来 那二极体是有急性的 光明是没有急性的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就是你要用到这个材料 你才需要去了解一下 好 那像风鸣器也是没有急性的 好 然后电表是有急性的 电表是有急性的 但是它量电阻是没有急性的 邱老师有老师有问题 就是那个电磁盒的部分 应该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是电阻的部分 谢谢 好 好 那个各位老师你在右手边 右手边这边最前面这几个 这里有一个1.5V的电磁 这个就是电磁盒 这个就是电磁盒 然后你看你要几伏特 你就加几颗电磁 这样一颗的是1.5伏特 你可以在这边直接选 这样就是3伏特 3颗就是4.5 4颗就是6伏特 我们玩Arduino会用到4颗 会用到4颗电磁的 至于你要不要内键开关 你在这里可以选yes或no 有yes它就会多一个开关 可以让你在里面操纵 如果你是没有开关的 你就是直接按play 也是可以开跟关这样 好 这个是它的属性是可以修改的 不要的话直接选到它按delete或按垃圾桶 然后电阻在上面 都是在最上面 这电阻拉过来 如果你想转方向 这边有最左上角这个是转方向 以前呢 以前我们如果读电子科 它要背这三个环的数字 代表的数字 然后还要去计算 才知道说这个电阻多大 对不对 时代在进步 各位不要再背了 不要再让学生那么辛苦 手机也有APP 然后这边直接切换 也可以看得到颜色的变换 所以不用再背了 千万不要再背了 背了只会让学生丧失这个学习的兴趣 好那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去调整你的 你的电阻的内容 那接线的部分 只有一个美感 就是你滑鼠移过去 到它的接点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红色的正方形 那这样表示你有在那个接点上 那你只要点一下 就可以把线拉出来 然后拉到你要接的地方 一样出现那个红色的正方形 再点一下它就连上去了 就是这样 那等一下我会讲那个电阻计算的部分 你不用担心 我现在前面会比较慢一点 比较慢一点 好那这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在连接电线的时候 我会建议 有一个地方要养成习惯 就是红接正黑接负 所以你这个红色接正极的地方 请你把它改成红色 那黑色接负极的地方 请你把它改成黑色 那其他的地方大概就会是讯号的 其他颜色就会是讯号 那就会比较不care 好那为什么要care这两个颜色 因为我们不管是在玩Arduino 或者一般的电子电路 或者是说将来你上那个生科的课 或者是将来你不管你自己拆电脑 你拆家里的电器 那电器一打开 只要看到黑色就是接地 只要看到红色就是5伏特 那看到黄色是12伏特 看到绿色也是接地 其他颜色大概就是讯号或者不同的电压 那这几个颜色是 就是电子页的通用的共识 那所以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如果你把这个共识也交给学生 那他在接线的时候就不容易接错 而且将来他自己去玩那些东西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去拆电器什么 他一看就知道哪里是有电哪里没有电 好 那我们就基础连接的部分就到这边 好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电流 经过的电流有多大 我虽然知道他会亮 我接1K他也亮啊 我接200Ω他也亮 那我怎么知道我电流 他到底是要爆了没 还是说电流太小太不亮 没有很亮 那所以这时候就会用到一个东西 各位把你的零件表往下拉 这里有一个万用表 万用表 各位把万用表拿出来 好我在新字图里面我有跟各位说明 如果你要使用电表 这边就一个口诀 量电流要串联 量电压要并联 量电阻要断电 就这么简单 你电表使用没什么诀窍 那当然不是你实际实体那个电表 你要去转那个档位 这边不用 这边只要选你要哪一种 然后把它接上去就好 电流串联 电压并联 好 所以我们记得这件事就好 好 回来到这边 你会看到这边有个A 这边有个V 这边有个R 对不对 A就是量电流 V就是量电压 它写安培数 所以你在选模式的时候 这边可以让你选 这边A就是量电流 它写安培数 这个翻译不好 我不知道谁翻译 应该是写电流会比较好 安培是它的单位 然后V就是电压 量电阻就是选R 那现在假设我们想知道说这个电路 到底上面留在上面的电流是多少 那所以我就要 刚刚讲电流要串联 所以我要把它串在这个电路其中一个地方 那所以我就先把它选 你可以选安培 就是量电流的 那选完之后呢 我就要把这个东西串在里面 那串在里面 我只要打开里面任何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打开这里 我把它串过来 先经过它 然后再出来给它 这样回路还是一样的回路 只是中间就经过了电流表 对不对 同一个回路对不对 那颜色我也把它换一下好了 只要中间经过那个电流表 它就会帮你计算电流 那所以当你按Action开始模拟的时候 电流就跑出来了 到这边为止 做好的老师请加2 很简单啊 都没有很困难的 很困难的我也不会 所以没办法教大家 所以我只会讲简单的 那其实我们科技领域 你教太难 会把老师吓跑 所以越简单是越好 越简单越容易推动 这是一个 教学上面的一个 所以我都会把东西弄到很简单 希望老师第一次上课的老师就 一看就懂 这样 好 那 好那老师开始模拟之后啊 我想大部分老师都OK 开始模拟之后 你就发现你可以看到电流量 那刚刚呢 刚刚那个金套号还在的时候 如果你还记得 他有跟你建议说 那个LED不能超过20mA 会烧掉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你只要这个电流表里面 它显示没有超过20mA 基本上就是安全的 那在安全的范围里面呢 数字越大就会越亮 数字越小就会越暗 就这样子而已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点一下电阻 我这时候再来调一下 所以2.26太小很暗 所以我把它加大 加大 对不对 那电阻是用来当做阻碍的 所以你电阻要变小 电流才会变大 对不对 各位还知道 还记得那个V等于IR的公式 这个我在那个 我给各位的 我给各位的那个心字图里面 这边有一个 Jambo的那个连结 这个连结 那我等一下我也把它贴在那个讯息列上面 各位应该有听说过这个公式 V等于IR 好 那国小老师不用记 不用记 你只要了解他们的关系就好 不用算 那国中老师好像会 国中会交到这个公式 对不对 我会建议老师不要太为难学生 这个公式可以交 但是重点是你要让它 重点是让他们了解它的关系 所以电压等于电流乘上电阻 那所以如果电压不动固定的时候 电阻越大 电流就会越小 他们两个是I跟R是反比 电流跟电阻是反比的关系 了解这样就好了 我们回到这边 所以我要把电流变大 电阻就要变小 对不对 好 那我就用100看看 按Enter 变成10mA 对不对 那如果还要再大 50 18 对不对 好 所以如果你的电源是3伏特的情况下 你的电阻小到50 都还可以正常工作 这样各位了解那个意思吗 需不需要计算 不用 不用 好 那如果你给他 你外面人家都跟你说 玩Arduino就买那个200或220的 220 220 或200的 200欧姆 那5.34mA其实也还蛮亮的 所以我们其实 我们偷懒 我们背料的时候 我都会跟老师说 其实你如果玩Arduino或者玩基本电子电路 我只买两种电阻 一个是200欧姆的 一个是10k的 我基本上买这两种电阻 我就大部分的 基本的那个都可以玩得到了 都可以玩得到 你不用每一种电阻的规格都买 那也不用每次要上什么课 然后去算那个电阻 然后还去买光华商场去找那个电阻 麻烦 所以原理是这样 但是其实他能够动 不会烧掉 在安全范围内其实就ok 所以你这样加了这个电流表之后 你就发现你就可以去做简单的计算 简单的计算 然后决定我要用多少的这个电阻 好 到这个部分不晓得 老师们应该ok啦 那如果你上了国中 真的要讲那个原理原则 你可以稍微算一下 那我这边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部分可能会比较深入 那各位听听就好 听听就好 好假设你用Arduino玩 我们是5伏特的 那5伏特的话 其实网路上的建议是 那个LED它是算功率的 不要超过0.6瓦 那5mm的那个小的LED 所以基本上你算出来它的电流的安全的量是12mA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的电阻大概就会是400多欧姆 可以比这个大 尽量不要比这个小 但是呢 我们一般在上课的时候啊 我都会跟你说 那你就串一个200-220的就好了 其实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讲的更精细一点的话 那个LED在导通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顺向的电压 压降会放在那个LED上面 那所以那个压降大概是1.7到3.3伏 所以那个压降会降在LED上面 那所以剩下的 假设我们今天是压降是 顺向电压2.5伏 那你剩下降在电阻上面就2.5伏特 所以你用那个2.5伏特去算电阻 那除以0.012的话 它就是208欧姆 所以我们都会跟你讲说大概200欧姆就够了 这个部分其实各位就不用太深入 因为这是真的是学电子科才要去算 算的这么精细 那我们非电子科的就不用管这些 你直接在上面模拟 能弱就好 不会烧掉就好 好 那这个部分不晓得各位老师有没有疑问 那LED它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红色绿色蓝色白色 它的那个会开始亮的那个电压的点是不一样的 那个红色大概1.8 白色蓝色可能比较高一点到2.0伏特 那不过你会发现现实情况好像不太一样 那没有关系 反正大约就是这样 大概就是这样 好 那这个是LED的简单的基本的电路 那刚刚的重点还有就是红阶阵黑阶阵 其他颜色当做讯号线 那你要量电流就是拿万用表 拿万用表然后把它选成电流 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任何问题 那你如果会这样的操作的话 基本上学生上课里面的内容就难不倒你了 难不倒你了 那这边我再给各位另外一个观念就是 电的部分其实就是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你的回路有通不要断掉 你的设备要能够运作 第一个重点就是回路有通没有断掉 第二个你的电压电流要够你的设备用 那基本上设备就会工作 第三个 你如果要保护你的零件 你要去了解那个零件 它适当的电压电流的范围大概是多少 这是你在做电路设计的时候要考虑进去的 大概就这三个重点 然后第四个 红阶阵黑阶阵 有急性的东西就要注意急性 没有急性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电阻没有急性 那你要把它这样接或者反过来接 你要把它反过来接 这样吧 你把它反过来 再接 其实结果都会一样 结果都会一样 那电阻的作用它是在回路里面去限制电流 所以你接在这里跟接在这里 其实也是一样 所以你也可以这样接 我把它接到这边来 我把它接在那个LED的负极这边 这样子也是可以运作 那结果都是一模一样 那唯一不能运作的是什么 LED有急性 LED有急性 所以如果你这里接反了 你把这里接到负极接到正极 然后正极接到负极 没有这边正极嘛 正极进来 如果你接到负极 它就不会动 不会动 没电流 不会掉 所以你玩Arduino的基本姿势 由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基本姿势 其实就八成就够用 所以你玩Microbeat 玩Arduino玩感测器的基本电路的姿势 就大概只要这样就够用 就可以玩Arduino玩Microbeat玩到那边去了 好这是第三个部分 没问题的老师 请你再讯息列加三 那请问邱老师 如果还有接其他的元件 是不是就可以取代电阻 只要那个东西有内阻 那个东西如果有内阻的话 然后可以让整个回路的电流量 在那个安全范围内 他是可以某部分取代电阻的功能 好谢谢 好那如果老师们都没有问题 我们就接下来哦 好所以刚刚跟各位说 那个如果你要量电流就是要串联 如果量电压呢就是并联 那我们等一下那个 那个电路并联那边 我们再量电压 那电阻等一下我们会有那个可变电阻部分 我们再量电阻 那因为刚刚这一个 刚刚这个电路里面这电阻是固定的 所以你也量不到电阻 然后你要量LED的内阻也量不到 为什么 因为LED它是二极体 它没有通电的时候 它是完全断开的 所以量不到电阻 它是无限大 那如果它通电之后又不能量电阻 那如果它通电之后又不能量电阻 所以LED也不能量电阻 所以你在这里是没办法量电阻 那我们待会有那个可变电阻 我们再来量 那就继续接下来 所以刚刚我们就简单的讲了一下 这个公式的关系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只要简单的稍微计算一下 或者直接用那个模拟器模拟一下 我就知道说我这整个回路 我的设计 我的电流量限制够不够 我的电压够不够 我的电阻够不够 就可以这样子去算 那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除了刚刚那个LED 你稍微知道一下 这是网路写的 5伏特 就是它主要是以功率来算 那只要不超过这个功率 基本上它不会坏掉 它不会坏掉的话 它算起来就是 如果你的电路是5伏特的话 就限制在12mA以下 那如果你是3伏特的话 就限制在20mA以下 那基本上你超过一些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只是它可能点了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它比较容易化 比较容易老化这样 好 那所以你也不用了解到那么详细 LED 一颗3块钱 烧掉就再换一颗 你就知道说你的电压 电流有点大 就稍微再调一下就好 好 那跟我们有关系的是 就是Arduino这个部分 Arduino的每一支的数位接角 类比接角的输出 它的极限是20mA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刚刚这个电路 你要把它接到Arduino去 用Arduino来点的讯号 来直接点它的话 那你整个电路的流量 就不能超过20mA 这样各位懂意思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大概就是这个重点 这个重点 好 那所以各位也稍微了解一下V等于I R 我目前只要知道它的关系就好 我还不用真的去计算 那个计算 国中会不会考计算 会考这么难吗 现场有国中老师吗 会不会弄一个电路 然后叫学生去算那个电阻电流 我觉得这样很残忍 那个好像是我五专以后才学到的专业科目 好 理化有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到计算 那接下来 好 这样我们今天应该够慢 好再来喔 好 所以我们刚刚有改变电阻去观察那个电流量 然后 然后也 改变电压 改变电压你也可以试一下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 这个电池盒 把它改成4颗电池 4颗电池就6伏特对不对 所以一样再按Play的话 刚刚我们那个LED接反了对不对 所以你把它接回来 这时候再Play 你看这电流就不一样了 对 6伏特的情况下 我们用的如果是200欧姆 它就会达到将近20mA 所以我们都常常会在玩Arduino的时候 我就会准备一个200欧姆的 就是这样子就可以玩了 所以也不用太去知道说 人家都会以为说玩Arduino需要很深的电路的基础 其实不用 就是一颗200欧姆 一颗10k就打遍天下 这两颗就打遍Arduino基本教学的天下 好 所以这个大概情况是这样 好 再来 这个部分我就省略掉 再来我们讲一下分压 分压也是很常会遇到的 那这个分压它的那个电路图是在S4A03 如果你去Google的话 也不是Google 就是在这边打S4A 刚刚讲 我所有的电路图都在这边了 你打S4A搜寻 这边找到S4A03 这边你就可以直接拿去用 不过这不是完整电路了 各位这不是完整电路 这是我要拿来给各位练习的电路 所以如果你不是从里面找的 你就自己画一下就好 就拉个电池 4颗电池 然后拿两根电阻串起来 变成一个回路 这样变成一个回路 请各位准备一下这个回路 不管你是用我的档案 还是自己拉的 我会建议你自己拉一下 熟悉一下 才会知道哪里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 好 各位不要管我们的进度 我们这一次主要就是让各位很简单的学会 所以 请各位拉一下 拉好这个回路的 老师就打加4 这个电表可以先不用 没关系 就拉一个简单的这样的回路 在这个画面里面 你用滑鼠的滚轮可以缩小放大 好 然后那个拖曳 可以换位置 可以移动那个桌面 缩小放大 所以这样就会很方便 好 请各位拉一个如此简单的电路 画好的老师 请你按一个加4 好 那这个电阻呢 我这边是用两个10k的 好 那不一样 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讲分压 那分压呢算是比较进阶的应用 就是 像我们一般在 对要提到一下这个 TinkerCAD的里面 我们国中小玩Arduino 我都会建议你去买那个模组 对不对 整个好的模组 那直接线插上去就可以用 但是这边 TinkerCAD的里面它并没有模组 它都是直接是电子零件 那所以呢 我们的那个基础的感测器 不管是光 光线感测器 然后温度感测器 然后 那个 什么压力感测器 这些常用的感测器 其实它就是透过一个很简单的分压 的原理 分压的原理 可以去让它的电压不同 各位知道我们Arduino是量电压的 所以你只要有办法让那个零件能够显示出不同的电压 基本上你的Arduino就可以去测量 那这边用到了很简单的就是分压的电路 那我就继续 那如果你是单一个电路 单一颗LED 对不对 这样就形成一个回路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 当你去量那个电压的时候 我们刚刚有讲量电压 你一样可以去下面拉一个 一个电压表出来 然后电压是要并联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量这两点的电压 那你就把你的电表直接跨接在这两点 直接跨在这两点 然后这是选电压 对不对 当我Play的时候 然后这边就是6伏特 因为这个电池盒就是4颗电池就是6伏特的 所以不管 它也不能变 因为它就是一颗电阻 它固定电阻 所以它是不会变化的 这是不会变化的 那不会变化的东西就不能当感测器 对不对 那个零件旋转在左上角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旋转 你爱怎么转 要转哪一个方向直的横的随便转 好 所以当我们要 如果是模拟那个感测器的时候 我们就会使用分压电路 所以你再拉一个电阻出来 然后我把它转一样的方向 这样比较好看 你就把它接起来 这一样是一个回路 好 那这个电阻呢 我先用两颗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拉电阻的话 你自己调一下 把两颗调成一样的大小 那我现在两颗都用10k 好 那 所以 叫各位把那个大小 电阻的大小弄成一样的 但是你不要两颗都只有1欧1欧 如果你两颗都只有1欧母的话 这上面回路只有2欧母 你的电流又会大的不得了 那不是正常的电路 会烧掉 好 所以我们就稍微大一点没关系 好 那你看这两颗是一样的电阻 对不对 一样的电阻呢 你看哦 我现在拿两个电表 然后我 这一个电表我量 右边的电阻 右边电阻的两头 这个电表我量左边电阻的两头 这个电表我量左边电阻的两头 好 当我Action的时候 哎 两边都一模一样 而且6伏特被就是 被分成两个 3伏特3伏特一模一样 各位这个叫分压 那分压的时候呢 如果你两个电阻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电阻 那他就刚好平均一人一半 好一人一半 那如果你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10K 刚刚这个10K 对不对 如果我这个只有 比如说20K好了 这个20K 这个10K 对不对 你看他的电压 这个就变成4伏特 这个变成2伏特 有没有刚好成比例 刚好成比例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 原来在电阻上面 如果你是串联的电路 两颗电阻 不一样大小 那他分配的电压的比例 就会刚好跟电阻是一样的 所以你只要会观察 就可以知道这件事 所以你根本也不用去计算 那个 不用去计算 那如果你电阻 那个曹正老师 你的电阻没压降 这样应该是你线没有接好吧 你在量那个线的时候 你要确定要注意一件事 有红点 才点下去 有红点 才点下去 这样才有正确接到 那通常电路有正确接通 他都会有压降 那如果你 所以应该都会有压降了 所以你再看一下 然后检查一下你的那个电阻 是不是单位不一样 或者如果这个太小 他的电压就全部被他抓走了 这边就很小 对不对 好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这一件事 他是成比例的 成比例 跟你的电阻是成比例的 所以你只要会观察这一件事 就OK了 所以当我们在使用分压电路的时候 我们的Adeno 其实测的是那个分压电路上面的 某一个地方的电压 某一个地方电压 所以如果你是要看电路上的电压 如果你是要看电路上的电压 我们都会把电表 电表的负极全部会连到那个电源的负极 就基本上量电压的方法 电表的负极全部要连到负极 所以你量这里 我们正常都是这样 直接接到负极 然后这时候你去量的时候呢 你看一下哦 这个电表 它的正极的这一支探针 它量的是这一个点 那这一电路里面的这一个点 这个点其实就是这个点 同一个点 那这里就是电池出来的地方 所以这是六伏特没问题 然后这个电表量的是这一个点 那这个点呢 它是量这一个点的电压 所以你看你这个电在这里是六伏特 然后经过这两个电压串联之后 在这里的分压是两伏特 两伏特 如果你量个别电阻上的电压 如果你是要量个别电阻 你这条线 就是要拉到这一个电阻上面 你就会发现那个等比例的事情 那这是基础知识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哦 现在 现在我们把这个电阻换掉 我们来换一个 电位计 电位计就是可变电阻 可变电阻一样是电阻 但是它可以怎样 它可以转 可以调整 那可以调整 你调整的时候那个电阻 这一个电阻就会不一样 那这边不一样 可是这边是一样的 所以 它就会应用分压的原理 让你的整个回路的电阻 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样把它接起来 然后中间是那个共阶端 所以你可以接这里 所以电路就是这样过去回来 所以中间一定要接 那另外这条线你可以接在这里 也可以接在这边 那两个是方向相反而已 方向相反而已 好 那这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先量一下电阻 你不知道什么叫可变电阻 对不对 那我就拿一个 一样拿一个电表 我把它改成电阻 然后我就把它直接接到 一个接旁边 一个接中间 那这时候我开始play的时候 你看到这边有电阻 对不对 然后这个可以转 原来如果你是接这两只脚的话 往右转它是变小 往左转是变大 那这一个可变电阻的最大是250K HOM 最小是0 就是完全倒通 那如果你接另外一边 它就会相反 如果你刚刚接的是 这一边 它的方向就会相反 往右边是变大 往左边变小 有没有 所以这样就可以去观察说 这个零件到底是怎么样 那这个可变电阻的零件 它也可以改 就是总容量是可以改的 你也可以改更大或更小 所以这边是可以调整的 好 那我们就先 先不管我们先把它接上去 好 所以我就把它接通 放在这边做分压 好 那接通之后呢 我一样 我去量这上面的电压 所以我这个量 量这里 这个量这里 或者你要量 就是从那个 量绝对电压也可以的 那我这个还是量这里 量这里或这里都一样 同一点 好 当我Action之后 现在往左边 它的电阻应该是零 对不对 电阻零 所以相当于只有一个电阻 所以全部的电压这样都跑到这边 那往右边转 所以这电阻越来越大 这边的电压就越来越大 对不对 因为这边是10k而已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也可以改成10k 你这个电阻 像这个可以调的 要停止才能改 所以这两个电阻如果弄成一样大 弄成一样大 你再去模拟 那这时候它的 开到最大就是两边一样的都是10k 10k 所以电压就会平分 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的感测器元件 就是我们一般在外面买的 不管你是 电位剂就是旋钮电阻 电位剂 或是直 直推的那种电位剂 或者是光明电阻 光线感测器 或者是麦克风声音感测器 或者是其他的感测器 只要是类比型的 都是属于这样的原理 都是属于这样的原理做出来的 只是你把这里换成光明电阻 所以如果你要换光明电阻也可以换 把这个拿掉 这边光明电阻拿出来 一样把它串起来 电阻都没有急性 所以你要翻过来串也没关系 一样量这两点 那这个光明电阻它就不能调 所以它的大小是固定的 大小是固定的 那所以我一样开始play的时候 它这个模拟的选项 有没有 光线强的时候 电阻电压就变小 光线弱的时候 数字就变大 有没有 这个就是感测器的原理 各位 感测器的原理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如果 就是你就可以把这两点 就是把这两点的电压 就是不管你要量量这一点 应该是量这一点 你把这一点的电压接到 Arduino的A0到A5 对不对 那这边就会因为光线的不同 电压的数字会变化 所以你这里接到 这个点接到Arduino的那个电压 就会变化 所以Arduino里面就会跟你讲说 我现在的数值是0还是1023 还是中间的700多还是多少 有没有 各位这个就是一个 分压电路 就是一般我们外面可以买到的 最便宜的感测器 感测器 那如果你是要测光线的 你就用光明电阻 如果你是要测温度 你就用热明电阻 那如果你要测那个红外线 就用红外线 所以各式各样都有 他这边进阶这里 原件这里 全部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 像这个弯曲感测器 有没有也是要用分压电路 所以如果你买五支 然后黏在那个手套上面 然后一样都串一个电阻做分压 你这手指在动的时候 你的手指有多弯曲 你的Arduino就知道哪一支手指多弯曲 有没有 就是用这个做 光线光线的 然后这个是Touch sensor 就是触摸感测器 然后数位型的也可以 数位型的也可以 但是那个操作的方式就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它里面很多东西可以用 所以这是感测器的基本原理 所以如果你买人家做好的 光线感测器模组一颗 20块到40块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自己去买零件 这个一个好像是五块钱 这个五角 所以是整个电路5.5块 你自己拿电线连接一下 5.5块就搞定一个感测器 所以这个是懂电子电路 跟不懂电子电路的差别 就是这样子 那这样就可以很简单做一个感测器 到这里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问题 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没问题的 请你加5扒 这是最简单的分压电路 最简单分压电路 那其实分压电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运用 你可以自己做感测器 然后包括那个你只用铝箔纸 或者是那个赵老师那边用那个海绵垫 跟那个铅笔 那个都可以直接拿来做感测器 这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个串联分压的电路 这个是运用的最多的 那比如说将来如果你想 将来如果你想做一个电子琴对不对 那电子琴的话 其实用分压电路 你看你两个 两个电阻就会有三个不同的电压点 对不对 第一个是这边一定是6伏特 这中间会不一样的电压 那这边一定是0伏特接地 所以你看两个电阻就会有三个不同的电压点 所以我的Arduino的感测器呢 我摸这里是6伏特 摸这里是要看你的电阻 如果是刚好一半一半的话 这里就3伏特 摸这里是0伏特 那所以你就会可以发出三种不同的声音 Dolome对不对 所以两颗电阻可以做三个按钮的钢琴 电子琴或者是其他乐器 那如果你要做一个7个按键 Dolome对方收拉器 那你只要用6颗电阻就可以做 这个就是直速原理 对不对 各位学的数学要会用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 都跟你的学科应用很有关系 然后简单 你看6颗电阻3块钱 3块钱可以做一个电子琴 所以就很简单 好那这边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你那个电 你整个电路串起来 串起来那整个电路 如果你是要放到Arduino上面的 那一串的整个电流量不要大于20mA 小没有关系 因为Arduino是测电压 那所以你的电流越小越装置越省电 只要电压不一样 Arduino就测得到 这样各位懂意思嘛 Arduino是测电压的 那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比如说电子琴、电子鼓 各位知道什么电子鼓吗 就是你直接拿那个大气球上面铝箔子 铺一下接个电线 接个电线接到Arduino 那你那鼓棒摸到哪一个鼓面 其实就是导通 你加一个电阻就好 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测 那包括那个电流疾疾棒 也可以这样做 也可以这样做 这个都是最简单的原理 讲到这边 其实你就可以真的可以 我们国小四年级自然课 就各位就学过什么东西能导电 什么东西不能导电 炒鱼的那个铝箔子 或者是你在贴那个厨房的那种铝箔子 那个就可以拿来当做上课的材料 这根本不用买太贵的东西 好 那以上这个部分 我想各位老师都没有问题 那再来 因为时间快要接近尾声了 我们今天讲比较慢 各位没关系不要有压力 接下来我们讲到面包板 因为面包板是 老师特别交代我一定要讲 所以我就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路把它移到面包板上面 好 所以我先把这个电表拿掉 好 各位 这样一个电路 如果我们要用面包板来施做 各位可以在右边找到面包板 那如果这是中型的面包板 拉一个出来 那你也可以在全部这边 如果你的工程很浩大 这边有大型的面包板 这边 这边超大型的面包板 那你也可以放好几个 无所谓 那面包板 那个不是学电子的 大概搞不清楚 这个面包板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只有几个原则 你从这里来看 其实就很清楚 面包板你拿出来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这边都有一个洞一个洞 那你的滑鼠停在那个洞上面 你就会发现有一堆绿绿的洞 会跟着你的停的这个洞出现 那堆绿绿的洞就表示你现在在的这个位置 这些绿的都是跟你相通的 这样懂吗 所以 只要那个党库通国库 只要你的颜色是对的 党库就可以通到你家的国库 不是国库就可以通到你家 不能讲政治 反正是颜色一样的表示呢 这几个是跟你的现在值的那一点是相通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中间的这些 这值的中间这个部分都是值的相通 每一个编号的下面 这个都是值的相通 所以你插在这里 跟插在这里 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 那这边也是 值的都是值的相通 那上面两条跟下面两条呢 你放上去它都是恒的相通 都是恒的相通 这里也是 这里也是 那我们在 如果老师比较 讲老师 颜色很重要 没错颜色真的很重要 颜色不对会插水表 好那个 开玩笑了 好 所以但我们电子有一个 玩电子的人有一个习惯 就是它上面 既然跟你画了一个红色的加号 跟一个黑色的减号 所以你要很习惯看到红色就是正极 红接正 黑接负 这是要养成习惯的 要养成习惯的 那所以 我们就会习惯把那个电源的正极 就直接接到这一排的某一个洞 就把它接着 那以后所有的零件呢 只要用到直接连接电源的 我就把它拉到这个洞就好了 把它拉过去拉到这个洞就好 这样各位懂意思了 接地 电源的负极就直接拉到这里 下面也可以 所以这一整排就等于是电源的负极 这一整排就等于是电源的正极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把刚刚这个电路把它挪过来 它的接法 它的接法 位置可以自己选 所以我们的比较标准的接法 就是正极 正极就拉到正极 然后负极就拉到负极 如果可以的话颜色也照顾一下 那这样表示呢 接上来之后 当我电源一打开 这一个洞全部都有正电 6伏特在里面 那这一个洞全部都是接地 所以你就不要把一条线插在这两个同时插上去 那就短路了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这个零件 我就把它拿来随便放 随便放 我们今天是要接两个串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接 然后这个呢 这样接 这两个就串在一起 这一个点跟这一排是同一点 所以你只要在同一排上面放在一起 这两个基本上是连在一起 或者是你这样接 这样接看的比较清楚 这是同一点 所以这两个就连接到了 对不对 那连接到了之后呢 你这个正极嘛 这边要供电 所以这一排要有一个点接到供电上面 所以我就这样接 那个有的人比较龟毛一点 都要接直角 那这一排呢 要接到负极嘛 所以我就把这一个拉到负极 一样颜色照顾一下 龟毛我是龟毛的人 所以你点两下就多一个点可以弯曲 有没有 在线上面点两下多一个点可以弯曲 这样是不是就够龟毛了 然后所以你看你的电这样进来 从这里流过这个光明电阻 然后流过固定电阻 然后复集回去电磁盒 这样就完成在面包板上的电路连接 好我想这样应该很清楚了 好各位试试看 好试试看 那 ok没问题的请你加6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你就直接发言 好 好我想今天应该上的够慢了 好够简单 所以大家应该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 好 那所以呢 面包板其实它的作用就是这样子 那这边另外再提到 中间有一个鸿沟对不对 这就是那个下棋的储核汉界 互不来往 所以这条线的上面跟下面是完全不通的 完全不通的 完全不通的 所以大概就几个重点注意一下 然后另外就是你如果常常有听到一些什么 共阳共阴 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 这个这一条叫共阳 共阳极 这一条叫共阴极 所以如果有一些零件 它的零件是负极都接在一起的 那你其实可以这样跨过去 举例 你可以直接 刚刚那样接是比较ok 有人会这样接直接这样跨过去 那这样也是随便你 你要比较简单 你要省掉这两条线 有没有 那你就 你就转个方向 但这边太宽这个跨不过去 所以 所以你就是 这边过来过来过来 那这边接回去 这样也可以 好不好 这没有一定 没有一定 没有一定 就是只要有通就好 好 那这个就是面包板的部分 我想这样讲应该很清楚 那你在 那个比较 老师如果是在实际上课的时候 有的老师会直接把这个面包板的后面 后面那一片把它拆掉 拆掉之后它会直接金属点裸露 给学生看 其实学生应该也可以蛮容易了解的 然后这边有一些编号 编号的好处跟那个下象棋 下围棋一样 就是让你知道说哪一只脚要插在哪里 有时候你要指定位置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样子去做 然后像那个ESP32 你就从第一脚这边 从这里插上去之后 它整片刚好都塞满 塞满只留这边一排 这边一排 那你就可以比较容易去抓那个脚位 所以大概面包板就是这样的用法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剩7分钟 所以这很多的比较进阶的电路 比较进阶的电路 我稍微讲重点就好了 我很快的提一下重点 我们下次如果有时间 我们再有需要的话 我们再跟各位 比较深入的去探讨一下 那所以 我们刚刚123都讲过了 试在哪里 没关系我就试在这边 好面包板的使用 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5呢 5这个是我们接到Arduino的练习 我们下次就会开始把它移到Arduino上面 那6也是接 这个后面就是接Arduino的部分 那我另外有几个 就是刚刚那个新制图里面 这几个也是比较长 就是我们一般在教 教基本电子零件的时候 好像那个RGB灯 或者是马达 电容 那个感测器光明电阻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什么叫电晶体 什么叫继电器 这几个是比较常用到 常听到的选项 那所以这些元件基本上 就是我稍微有电路给老师 稍微了解一下 我就很简单很快的讲一下 比如说 这个RGB灯 我就不点进去了 RGB灯基本上它就是三个LED 三原色LED 放在同一颗LED上面 然后基本上三个零件 三个灯的那个印输入的地方 最好都是有各自独立的电阻 那我们比较偷懒的会只有串一根在 在那个接地这边 那是比较偷懒的做法 它事实上因为你亮一颗跟亮两颗 那个电流亮电阻就会不一样 那所以我们会正比较正式的做法 是三个颜色的回路都要串 都要串 那我这边做那个 switch的用意是 这样我可以直接手动操作 我要亮绿色我就打开3号 我要亮蓝色就打开2号 我要亮红色就打开1号 我要混色我就 我拿两个颜色我就开拿两个 这各位可以连接试试看 这还蛮好玩的 基本的那个电路的部分 然后各位也不用担心不知道怎么接 因为基本上你在使用 你在使用这个 这个元件的时候 那个接点 他很贴心 你只要移靠近那个接点 比如说RGB 你只要滑鼠移过去这个接点 他就跟你讲说 这一个接点是什么颜色有没有 这个接点是蓝色 这个接点是接地 阴极接地 这个接点是红色 所以你就不会接错 所以他都有这样的一个选项 那舵机你看 我们之前有讲过 标准的颜色有没有 咖啡色 黑色咖啡色都是接地 所以这里一定是接地 有没有看到 那红色一定是电源 伍伏特红色 这边一定是电源 所以你即使没有标示 你也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讯号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讲那些颜色 都是 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那所以你只要有习惯 习惯的话 基本上就是上起课来会特别的方便 学生不容易错 那还有像计电器 计电器其实就是直接看他的图案 你看他每一个计电器上面有图案 计电器是在进阶的元件 那交计电器的时候最好是要特别的注意 我都会把计电器我都放在 放在那个进阶课程 那他这个接点跟我们买的模组的接点会不一样 那跟你那个实际去买来的计电器 也不一定会一样 但是你看这个图你就知道接点怎么做 你看这个就是共接点 共接点就是你回路切开之后 有一端是要接在这里或这里 你看这个图案就知道是干嘛的 然后另外一个接点呢 你可以接这里或这里 就是这一个点或这一个点 那这个叫长开 如果你接在这一边 就是没有通电的时候 他是开路 就是断开的 所以你接在这边不通电的时候 这里是断路的 那如果你接在这边 你看他没接电的时候 他是跟这里连接 就是这里会通到这里 所以这里是长臂 那中间这里呢 这两点就是控制线 有没有这个是电感 所以这个寄电器会开还是会关 取决于你这中间有没有通电 这个地方有没有通电 这样一看就知道 就是其实就是像那个象形一样 你看图案大概就知道怎么接 可以猜一下这样 好 那这是寄电器的部分 然后电 电晶体比较复杂 我们下次再讲 那个电容 电容基本上你把它当做是 当做是一颗海绵 一颗像电池一样的海绵 所以当你电源一开的时候 海绵会先把电给吸走 把它吸走之后这里就没电 除非海绵满了 如果他满了之后才会电才会流出来 这个回路才会开始运作 那所以他的作用就是第一个 他可以那个降低那个爆充 就是像你有时候那个我们接马达 会用到这个 因为大电的开关他容易电压电流会爆充 那所以你并一颗电容在上面 他就会吸收那个突破 那第二个作用就是你小电的回路 他可以那个增加一点时间的因素 比如说你的你的电容如果不会很大 那你开了电之后可能几秒钟他充满了 这里才会慢慢亮起来 那你把电关掉之后因为这里还有电 他慢慢的放电放电 所以呢LED就会慢慢变暗 所以他就可以自动达到呼吸灯的功效 完全不用Arduino什么控制器 所以这是他的一些简单的应用 比较常用的电容的部分 那马达的部分很简单 就是基本上就是直接供电 然后用直接供电 然后用电阻去控制他的电流量 就可以控制那个转速 好这个都很简单 我想就不再讲 那至于那个上拉下拉 那个下次再来做说明 好我想今天的课程呢 因为一个半小时大概就这样 那我把画面呢就还给大家 好那个邱老师就是有同学 有老师在那个讯息栏有一些问题 就是那个找不到您的那个Map 那好像是应该是就是我们刚刚有 那可能是用学员的方式 对要用学员的方式才可以找得到 是不是 不是不是就是登录自己的账号就找得到 好那那是不是 我再分享一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后另外有老师是询问说 到时候那个电路图可以分分 汇出然后图片分享吗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等下一次 我们把就相关的图片把它分享一下 好OKOK好 那个各位我我先给各位一个连结 我把它贴在讯息列 我把它贴在讯息列 这个要麻烦各位就是 课堂学习单 那个jembo各位应该都都很会用了 就是 你进这个连结之后 麻烦各位就是它是333学习单 所以就是麻烦各位你今天学到了什么 知识观念或者技能都可以贴 用那个便利贴就好把它贴上去 然后或者是说你想像 你平常哪里会用到可能会用到 那你想怎么用都可以贴在这个地方 那你觉得有哪些不清楚的 还是想更加了解的你可以贴在这边 那我之后 或者各位老师如果想收集大家的这个点子 想法 你就在这里直接下载PDF 就是大家做完之后 你可以下载回去参考 好请大家一边帮我写 我一边讲一下刚刚那个图片 背出的部分 直接用这个 好那个图片 汇出的部分 就是你的图片 如果你想拿下来用的话 其实我基本上就是直接使用 Windows内建的剪图工具 你在那个Windows这边搜寻这边 你打一个剪 点贴工具 剪取工具 我会把它 丁选到工作列 会变成一个这样的图案 那所以当我 当我点了它之后 事实上 我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 剪取工具 那我就直接按新增 然后就可以把你想要的地方 框起来 这个图片就变成一个图档 你就可以贴到你的Word的简报 或者是脸书什么随便你 也可以另外存档 也可以在上面做一点标记注释 说明之类的 这是Windows内建的剪图工具 你不用再装其他的东西 另外呢 其实它蛮好用的就是 如果你在设定这边 设定 因为你还要去点这个工具 它才会出现那个小工具 我就会在设定这边 我直接 直接把剪贴簿设定打开 好 那剪贴簿设定这边呢 它这边 剪贴簿 不是 剪取 这个这个 使用print screen 这个按键在键盘的右上角 你把这个按键打开 这里 使用print screen按键来开启萤幕剪取工具 这个很简单很好用哦 笔电也可以用 桌机也可以用 你把这个打开之后 你以后只要按 键盘上面那个print screen 它就自动会把画面变暗 然后你上面会出现一个 一个那个剪取的工具 你就直接去画你要的区域 图就直接剪好了 就会存到你的剪贴簿 你就可以去别的地方贴上 好 非常的好用 这个太好用了 然后他这边的汇出 这个tinkercare本身的汇出 它是汇成这样的一个档案格式 那这个好像是可以去做电路的 那这个因为我就没有在研究 你可以去问一下那个电子科的人 这种格式档案有什么作用 那 那邱老师 那不好意思我插嘴一下 就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现在已经是3点36分了 那想各位老师有些还有其他的活动要进行 那我们就稍微先ending一下 那现在在讯息列有老师问一下 就是活动报名的资讯 那是不是请助理可以协助贴一下 谢谢 然后那个各位老师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下午一起来参与这个研习 那刚刚邱老师有分享一个那个jembo jembo上面有就是请大家就是分享一些 这次课程的想法 那如果大家觉得下一次有特别希望邱老师 特别上的地方 也请各位老师就是 不令就是帮我们回回回应一下 就贴上去 对那我想今天的课程算是一个相当 基础入门的课程 那我想各位老师上起来应该会觉得 非常的愉快 可能过去之前的一些那种迷思概念 现在慢慢能够得到一些事宜 那不过我想可能还是要经过一些练习 所以就是希望各位老师下一次上课之前 能够有空的话 我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会议的录影 会到时候公告出来 那也欢迎各位老师能够上去再看一下 那我想这一次可能分享几个 我觉得蛮不错的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像我们有一些元件 可以直接跟这个电池做结合 那但是这个还有点危险 那当然我们可以用这个我们的TinkerCat 然后可以去量它的这个电流的部分 让我们了解就是说这个会不会造成危险 那我觉得可以在学生上课之前可以做一些练习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觉得面包板的部分 可能下次我们再请邱老师多帮我们上一下 因为使用面包板可以省很多钱 特别是各位老师有时候拿到零件 但是比较没有办法买到模组 那模组通常都是比较昂贵的 好那但是接之前的话可能如果大家对于这方面的know how 就比较顺利的话我觉得也很棒 那下一次的话 邱老师还会把那个就是程式的部分也一起带进来 然后在TinkerCat里面有一些简单的可以用一些程式方面来做运作 我想这个可能对老师到时候要教学 比如说你怎么样把S4A相关的智能先在TinkerCat做完 然后之后把它转移到一些S4A有外部感应器的一些程式上面 好那今天的课程大致上就到这边 那邱老师好像还有要跟我们分享 那个搜寻我点错地方 这边的搜寻是搜寻自己的档案库 sorry 那个要找我的档案在这边 各位你那个档案不是你做的才在这边搜寻 那别人做的是在右上角这个放大镜 所以你从右上角这里放大镜 这边打S4A 这样才找得到 右边要换 对对这边要换电路 然后打S4A就可以找到我的这边 好不好意思 好感谢大家 那非常非常非常 那个陈老师说右上角也是还是找不到 那陈老师方便看一下那个语音吗 可以稍微说明一下 陈老师你是用你是自己的账号吗 还是用那个练习的 自己的账号 好那这个我想邱老师你再研究一下 你再换一下账号 好那各位老师就是如果 就是非常欢迎大家的参加啦 那如果有有那个接下来有活动老师 就可以先下线了 那邱老师还会在上面再留一下下 所以各位老师如果方便的话 如果有任何问题就直接开语音 会比较清楚 对 建议那个老师是用那个 用那个分享荧幕的方式 然后让大家看他画面是怎么回事 你说刚刚的部分吗 就是刚刚有老师不是说他看不到 好 那我现在分享 一样再分享一下 没有我是说那看不到的老师 分享他的桌面 那我们看是什么情况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刚刚有困难找不到账号的 好你是用自己的账号登录 然后你是从右上角去 去那个搜寻 右上角的放大镜去搜寻 然后一样有选电路的选项 然后你打S4A还是找不到的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画面给我们看一下 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好 请等我一下 ok 是点这个问号吗 对对对 然后选电路 对然后打S4A 没有东西 会不会是大小血 大小也都没有 也都没有 对 好奇妙 那有没有老师也是这样 我是有看到了 那 有老师说突然可以 那老师你可以再refresh一下吗 好 那个重整一下 或者Clone再关掉再重开一下 Ctrl F5重整 重整也可以 上面那个回重整的箭头 网址旁边 好再试一下 我其实是连分页都关掉重开了好几次都没有 你是用Chrome吗 还是用 用Chrome Chrome Chrome更新到最新了吗 老师我先说一下 我小血才找不到大血找不到 好 那个佑华老师 刚刚那个老师书的先后顺序可能有差 请他先打S4A后再按电路再试一次 先打S4A再按电路 老师再试一下 按了放大镜之后先打S4A 然后再按一下电路 还是一样 S4A要按放大镜哦 有 输入S4A要按旁边的放大镜 然后再按电路 都还是一样找不到 我发现只有小血S4A找得到 小血的啊 我是大小血都大小血都没有 我都试过了 我的大血可以搜寻的到啊 我的大血搜寻不到哦 所以请你你打小血的S4A看看 小血也都是大小血都有试过都不行 我的我的是小血可以大血不行 老师要不要换一个Gmail申请看看 帐号试试看 我刚刚测试一下的时候呢 那个老师小血S4A之后再按 就是滑鼠再按一下A的后面 再按一下Enter 这样可不可以 我刚刚也有搜索不到 可是如果说把滑鼠移到最后面 就是再按一次Enter 直接按Enter 可能可以出现哦 那如果S4A加一个简号再试试看 我的是用全小血反而搜寻不到 哦 加一个简号就出现了 那这个可能就是TinkerCAD的bug 会不会是他们自己搜寻系统的问题 对对对 这个应该是 加了一个简号就出现了 那就是他们那个平台的搜寻系统 可能还是有点bug 嗯 好 那这样就可以用 OK 谢谢老师 谢谢 那邱老师 我们下一次那个面包版的部分 可以再多讲一点吗 就是帮我们多练习一下 我们下次连接Arduino的部分 就全部加面包版这样 也对哦 好啊好啊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面包版还是需要一点点练习 对 没问题 没问题 好那非常谢谢各位老师的参与 不知道有没有线上老师还有问题的 如果有问题就可以直接开麦克风 没有问题 邱老师可能还会在这边再一下下 对 是 哎 啊 强老师好 哈哈哈 强老师我没有看到你今天做LED的欢迎面板 哈哈哈哈 水泽 水泽 我开玩笑 不要那么认真好不好 这么闲 小事 不用不用不用 今天那个光光老师在在线上上那个拍呀 所以我想奇怪今天怎么还那么多人 我以为会被他分走一半说 好 那强老师我们要看到你做的吗 哈哈哈 没问题啊 我现在就来做啊 哈哈哈 好我们等你 好那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如果要有要跟邱老师互动的 可以直接开麦克风没有问题 对那我们顺便看一下邱老师 那个强老师 我们现在就是聊天大乱斗这样 差不多差不多 哈哈哈 那如果有老师有一些相关的主题 或是这方面的主题 需要邱老师在特别那个的话 也可以就稍微 就是帮我们贴在jembo上 谢谢 下次老师你不要把我讲那么厉害 我真的五专的时候 我是电子学是六十分低空飞过 不过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应该算蛮那个的 对 我们这些飞专科不要装 对啊 对啊 那我问你一下 你刚刚讲那个分压 对不对 最主要是分压是跟我们一般做那个模组设计 就是这样设计的 就是你要自己做感测器 其实它应用很多啦 主要是因为Arduino它的 它的那个收感测器的值 它是收电压的值 所以你只要任何电路里面 你只要有办法把那个电路设计成 在5伏特以内的电压范围变动的话 那那个东西就可以拿来当做你的感测器 对 了解 所以你刚刚讲就是 譬如说你要做一个七件的琴 那你就是放六个电阻 那它就会有七个点 七个不同的电压点 你只要去摸哪一个 那个感测器那个电线 只要去摸哪一个点 就不同的电压 那我就在程式里面设定说 当我的这个数字是小于八百大于七百 那我就发出收 这样就做好了 OK 好 强老师来了 哇 赞叹惠美老师 怎么会是我呢 你讲错 因为有惠美老师才得以有这一系 系列的课给老师 没有没有没有 大家尊敬 没有啦 谢谢邱老师 还有谢谢各位老师的参与 对 那我想今天我们的研习就到此结束了 那祝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的傍晚 好 那邱老师也可以休息了 谢谢 好感谢大家 感谢强老师 好 谢谢 谢谢强老师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